世界上销售量最大的酒 啤酒是世界上销售量最大的酒 啤酒是一种以小麦芽和大麦芽为主要原料 并加啤酒花 经过液态糊化和糖化 再经过液态发酵酿制而成的酒精饮料 啤酒的酒精含量较低 含有二氧化碳 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 低分子糖 无基盐和各种酶 其中 低分子糖和氨基酸很易被消化吸收 在体内产生大量热能 因此往往啤酒被人们称为液体面包 啤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酒精饮料 是水和茶之后 世界上消耗量排名第三的饮料 啤酒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 数外来九种 啤酒是根据英语 Bear一成中文啤 称其为啤酒 沿用至今